新北市今天举办青少年国武术竞赛 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的青少年 来到板桥的华侨高中切磋舞异 小小年纪不但彬彬有礼 而且已经驾驶十足 共同把传统文化的武术精神传承下去 国中的小女生舞起大刀 巾帼丝毫不让失眉 新北市今天举行青少年国武术锦标赛 首次采用古老传统的擂台赛方式 参赛选手必须熟练四套武功 过关斩将才能成为青年拳王拳后 从拳术到短兵、长兵以及扎兵 就是每一次要打四轮才能到冠亚军 所以这个非常不容易 而且选手体力也要相当的不错 辛苦一定会啊 就是可是坚持下去就好了 因为那个练武术会让我感觉很快乐啊 从舒展大方的北方拳 到肛盟有力的春秋大刀 传统的棍棒、刀枪、岛高难度的九节边 各门各派好武功陆续登场 但今天的武林高手似乎都很年轻 今年几岁? 九岁 十一岁 四四 十三 有兴趣 因为可以锻炼身体 因为我喜欢武术 小小年纪就要吃苦习武 家长虽然心疼 但也看到女儿身体变好 爸爸心里也很宽慰 他从小就是身体过敏 体质就对了 那从他学这个以后开始 就身体就渐渐改善 你说心不心疼 但会心疼 因为毕竟自己小孩子 可是现在的小孩子 毕竟大人过度的保护 我们是希望说透过武术的一个竞赛 学习武德的精神 让武术能够发扬光大 让很好的运动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大赛今年总共吸引近400位选手参赛 比起去年多出一倍 主办单位希望传统武术向下扎根 继续传承中华文化的武术精华 新唐人亚太电视 柳光熙 吴博轩 台湾新北市报道